小猴表面上在专心的喝水 可膀胱却一直看着不远处的红面 只见下一秒 一股诡异的涟漪就缓缓朝着他们逼近 好在身经百战的金刚很快就察觉到了一样 而等他刚扭过头去 一条深海蛟龙就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眼看大战瞬间一触即发 吓得小猴立马逃向了岸边 可就当他以为成功甩掉金刚之时 小猴直接就摔了个狗啃 而就在他刚一起身 那条蛟龙的脑袋也应声落地 小猴万万没想到 那头恐怖的猛兽竟会被金刚瞬间秒杀 而身为战利天花板的存在 金刚非但没有嫌弃小猴的懦弱 反而还大方地将实物与之分享 因为他早已厌倦了打打杀杀的日子 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了同类 想着就这样祥和地生活下去 也不是为一种好的选择 因为如今的世界早已变得破败不堪 一个人的能力必然没有一个族群来得强大 此后经过小猴的带路 他们很快便抵达了原族的聚集地 如果你想买车但是一直没时间 还好懂车地可以直接3D看车 而且还能约上门试驾 通过车型对比功能可以直接对比车辆配置 拯救纠结症 点击车友圈还能看真实车主用车感受和吐槽避坑 现在点击左下角就能了解 还可以看本地购车补贴 有需要的朋友试试吧 可看着眼前的景象 金刚的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不理解本应强大无比的步骤 为何现在却变为了这般模样 不仅做着艰辛无比的工作 一旦出错还会受到无情的鞭斥 金刚剑撞气得瞬间上头 不忍心看到同类遭受苦难的他 连忙前去将其搀扶起来 可不曾想这却引来了公投的不满 说什么也要让金刚跪下道歉 可谁料 这一幕却正好被监察所看见 他毫不迟疑连忙将此事汇报给了魔王 听到这里 处在王座上的刀疤再也无法忍受 想到自己的地盘竟闯进了刺头 这显然是对自己威严赤裸裸的挑衅 接着他便当着金刚的面 二话不说就跳了下来 原族剑撞顿时露出了恐惧的神情 这下跪之势也足以说明了刀疤的厉害之处 可身经百战的金刚也不是擅长 互相看不顺眼的两天 自然无法避免一场世纪大战 只见刀疤率先发难扔出谷边 金刚剑撞直接一把抓住 可紧接着 他就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惨碰的代价 虽然金刚随后立马发起反击 可在刀疤的主场优势下 他还是很快就落入了下落 不仅武器惨被打掉 转眼间自己也陷入了被绞首的境遇当中 可好在他趁着刀疤大意之时 一个被摔就将危机给成功化解 眼看双方又回到同一气跑线 可谁料刀疤却直接祭出大招 随着谷边的尾部发出荧光 一股寒气便从金刚身后瞬间出现 来者正是大名鼎鼎的怪兽雪王 金刚这才反应过来 刀疤手上的东西正是控制雪王的药气 只是转眼间的功夫 一股夺命的寒气便从雪王嘴里偏射而出 尽管金刚立马捡起武器进行阻挡 可在强大的威力面前 不仅武器起不到任何作用 就连手也会被瞬间冻结 长久对脸下去 金刚势必会隐恨当场败下阵来 经过小猴的提醒 金刚无奈之下只好选择暂时撤退 等自己修整完毕后再来与之一战 然而刀疤的手下却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说什么也要将金刚扼杀于此 可好在金刚在此之前已做足了准备 在撤退的路上 他已架设了许多的陷阱 最终那些追击过来的远祖 无一例外的 都成功葬身在了这片山谷之中 虽然金刚侥幸逃过一劫 可让两人不知道的是 一场巨大的危机 正在不远的未来等待着他们